为什么说女中豪杰西门若水 才是四方门中武功最高的人 西门若水将西门若水修炼到了第九重 打通七伤脉恢复了行动能力 而就在这时 遭到一水寒追杀的袁孝天几人 来到了西门若水藏身的山洞避难 袁孝天说出西门若水忍辱偷生 一心想要揪出四方门的叛徒 只能让他和北唐星儿先进去 将事情解释清楚 免得西门若水误会起了不必要的冲突 此刻的北唐墨已经大彻大悟 面对西门若水只有愧疚 并且做好了长命的准备 袁孝天和北唐星儿见北唐墨态度诚恳 转身进洞去见西门若水 西门若水刚刚神功圆满 打算彻底恢复后 就离开山洞去找袁孝天团聚 师徒合力查出四方门的叛徒 谁知说曹操曹操就到 袁孝天和北唐星儿到来 让西门若水欣喜若狂 他见袁孝天重返山洞 询问是不是查出了叛徒是谁 袁孝天本想说出真相 却被北唐星儿出言打断 北唐星儿见西门若水情绪激动 担心他胜怒之下会杀了北唐墨 因此撒谎只是查到了些许线索 结果东方青木中途遇害 导致线索中断查无可查 西门若水见只有北唐墨没事 认为北唐墨的嫌疑很大 北唐星儿连忙出言解释 说出北唐墨一直在帮助他们查明真相 希望能够早日和西门若水姐弟团聚 西门若水对北唐星儿的话将信将疑 随即转身询问起了袁孝天 他只相信袁孝天的话 袁孝天为了维护北唐星儿 只好配合着隐瞒西门若水 表示事实的确是这样 在袁孝天两人的误导下 西门若水认为四方门的叛徒 不是东方青木就是南宫列 反而接纳了真正的叛徒北唐墨 让东方玉几人留在了山洞休养 大车大乌的北唐墨 见到西门若水如今的模样愧疚不已 北唐墨上前和西门若水叙旧 为了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 北唐墨表示除掉一水寒后 会用余声追随西门若水以攻拆遣 西门若水没有听出话外之音 认为他们如今姐弟重逢 正是查出四方门叛徒的大好时机 东方玉前来寻找西门若水 恰好听见了两人的对话 你觉得叛徒是东方青木 还是南宫列 或者是他们二人串谋 这是关他们的一世英明啊 人都死了 就让这一切的恩恩怨怨 一笔勾销吧 好吗三姐 北唐墨想要劝服西门若水 西是宁人 不要再追查叛徒一事 奈何西门若水执念过重 说出若是让他查出真相 并会带着叛徒的尸骨 前去祭拜主公韩灵儿 东方玉闻炎再也听不下去 现身打断了西门若水 他没有直接拆穿谎言 只是说出他此行的目的 是要西门若水独门的金疮药 给受伤的龙刚疗伤 四弟 等我一会 玉儿跟我来 东方玉拿到金疮药后 返回指责起了北唐仙儿两人 说他们为了一己之私 竟然一起蒙骗西门若水 他的父亲东方青木和南宫烈 变成了四方门的叛徒 真正的叛徒 北唐墨反倒成了好人 龙刚得知此事同样难以接受 他的父亲南宫烈惨遭奸人所害 岂能在死后蒙受这种不白之冤 北唐仙儿见事情败露 将一切过错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承认是他太过自私 为了维护父亲北唐墨而出此下策 连孝天文言让北唐仙儿不用维护他 他同样是默许了此事 因为一旦让西门若水得知真相 恐怕会第一时间杀了北唐墨 他不愿看到北唐仙儿失去父亲 我保证 在出动之前一定把真相说清楚 绝不会让两位前辈的英灵 在世人面前受损 否则我连孝天 愿以此谢罪